这个背水一战的时候 好 比赛开始 这边广东队是获得了第一波的进攻球权 接下来呢 哈德森给这边赵瑞的防守压力很大 哦 赵瑞丢球了 看一下辽东队抢断之后 这一波阵机进攻的组织 郭艾伦和韩德军打开 哈德森给他外线刘志轩三分球 没有 看一下周鹏 可惜 就是造成了哈德森的犯规 就从刚才开场以后的第一波攻防情况来看 就是我们一直在说 广东队这场比赛如果输掉的话 机会就非常渺茫了 但是辽宁队里边同样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上来哈德森给对方持球人的压力是特别大 自己心里也清楚 如果我拿下这场比赛 那这轮系列赛我基本上就能拿下 没错 如果说在客场 这个广东队的三个主场 我第一场就能赢下来 对 那么就是3比0 那么对于广东队的这种心理压力就会非常非常的大 嗯 那么我这场球要拿下来的话 基本我在客场的这种任务就基本上完成了 对 然后我后面再去考虑是不是能这个 在广东的主场能终结这个系列赛 对 那在历史上呢 双方三次在半决赛中相遇 辽宁队是两次晋级 广东队是一次晋级 回到第一位韩德军 转出来 这边呢错位 哈德森面对任俊飞的防守 撤步的中距离 任俊飞防得相当不错 看篮板球 李小旭呢虽然是找到了这一点 但是 还是把球碰出了边线 滚东队 把球给到周鹏 周鹏呢打刘志轩有着身材上的优势 其实还可以再往里再压一步 对这个 四个人的落位 如果说周鹏一个人在里面要 这个要正常的位置的话 对 那么四个人的落位要很清楚 要很明显 一个角度不能把球传进去 那么可以通过另外的 第二个角度或者第三个角度再把球传进去 而且这个时间不要耽误得太长 对 当然了今天开场一分多钟将近两分钟啊 谁都没有得分 也能够体现这场比赛紧张 看这球一剑连进来了 好球 赢着韩德军的防守把球上进 而且造成了犯规 看阿联的胳膊确实是长 一剑连啊 他的起跳是特别喜欢利用这种垫步 对 一旦他两步垫起来了 可能就很难拦住 这个我们说这个篮球运动员啊 还是跟这个跳高运动员有区别的 他这个双脚跳要重要于这个单脚跳 广东队开场以后三个罚球都没进 这个比赛细节 原队这边呢 还是郭艾伦和韩德军挡拆 广东队整体防守扩得很大 韩德军看了一眼表 只有两秒钟了 选择了一个中距离投篮 赵瑞也是在拼命的和李小军在抢位置啊 嗯 四龙的中距离好球 这个点韩德军的防守啊 确实是在防守上 他没有办法做到防守面对那么大 好球 郭艾伦找到了内线的韩德军 是否换防交代的不清楚 对两个人都去防持球人了 那旁给他45度 赵瑞外线的三分出手漂亮 对啊 对赵瑞这个点啊 其实 应该给辽东队更大的这种压力 对 他应该工作更坚决一些 对 哎 这边四龙差点断球 呼 对 哈德森啊 仍然延续着非常好的个人竞技状态 这球冷枪发了 哎 哎 又断了 以前我们这个就是尤纳斯也告诉我们 不要跳起来向后去穿 这样 防守会判断得很好 而且这个时候 防守就是在你 后面这块在跟着的时候 他一仰手就把这个球断掉 对 哈德森呢今天一上来的这个防守积极性啊 确实非常高 已经制造赵瑞两次失误 哈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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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出来 哈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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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德森呢现在信心是非常的足 过来广东队反击 任俊飞上篮被哈德森干扰了 看这次郭艾伦推进 因为广东队呢刚才是反击啊 有三个队员没有到前场 所以这次呢 啊辽宁队也没有通过这个篮板球打出传击 好球 郭艾伦给到韩德森漂亮 啊今天郭艾伦和韩德森两个人这两次连线啊 应该说 这个还是体现了郭艾伦他的寻找机会的能力 嗯 嗯 打得很耐心 对 那这是一个假投真传 韩德森呢这边呢往篮下的空切也是非常积极 韩德森呢通过2加1的罚球 帮助梁门队把比分反超了 斯隆在外线制造了郭艾伦的反规 这是一个三次罚球的反规 啊 好 自隆的第一罚命中 两次 还有两次 三罚纯重 四十五度呢 两个无球掩护 郭艾伦正面拿球 刘志轩 宗龙队里边防守伸缩性不错 刘志轩抢强攻周鹏啊 这个太难了 来以后 苏龙的反击打成 这个是苏龙应该去对位的打法 而且现在宗龙队也需要他在快攻当中这么去做 如果外线有更好的投篮机会 他再传出来 就会打得有里有外 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这球打韩传得很大胆 李小旭里边还没有完全摆脱对方的防守 进攻时间呢 还有九秒钟 进攻时间呢 还有九秒钟 进攻时间呢 还有九秒钟 进攻时间了 三秒 没看时间 这个郭艾伦的出手呢 以前是在哨响之后 你这个很很清楚 这个是你准备开始的进攻时间 对 这个进攻时间 两边呢 在第一节的失误都是两侧 李小旭里边其实在要位的时候 身体都可能消耗很大 反击 郭艾伦赢着任俊飞 这球是制造了任俊飞的犯规 其实作为国家队的球员 任俊飞在场上 其实还应该在体现出一个更高的比赛气质 因为刚才那个反击呢 其实也是一个大个打小个的机会 过来呢 这个郭艾伦的快攻 自己应该说也在一个很好的防守位置上 家里的外表 poses、文学生 农创 combat soul 农队换人了 换下刘志 분들 创下刘志权充上丛明诚 展示が受到身体交易 外人的第一罚不中 好 两罚一中 这个罚球啊 两边都应该更紧分 因为你看前两场比赛一场差五分 一场差六分 就这个分差其实是罚球这种细节 有可能 诶 失误 刚才四种一个失误确实是不应该啊 出来 李小旭 因为有协防了 这时候要出球就选择全球了 而且李小旭再来一个三分名中 下前我们还提到李小旭现在具备这个投三分的能力 而且能力还是比较可观的 毕竟他的出手次数是比较少的 那么三个我能进一个 或者两个我能进一个 没错 这球呢还是受到干扰 看哈德森的推进 这球是给了后场的边线球 其实广东队可以利用周鹏这一点空切的同时 第一时间把这球传到周鹏的手里 对 我要总是让周鹏去背身担打 这种持球的去冲 这样很累 就是让他离篮筐再近一些 对 就是利用在这个移动当中去接球 这样防守起来会更难放 对 总是这样背身担打背身担打 第一我接球就很累 然后第二接球了之后还得去挤人靠人在运球去担打 这个时候很容易来吸引其他人的协防 对 我打起来也是比较配定的 看一键连的罚球 在一键连造成犯规之前2分14秒 梁建队是打出了一波6比0 梁建队在第一节有两个6比0 第一次是在7比2落后的时候 打了一个6比0的反超 刚才这波6比0也是反超了两分 在前两场的比赛当中也是存在这种现象 那么梁建队的这种得分一度陷入这种停滞 对 那么梁建队又是连着两个三分 三个三分再加上两个反击 一下就反超比分或者是建立一个领先的一个优势 对 那么广东再去追 而且还是没有速度 这样再去追 就是很难了 我需求广东队逼得很凶 崔明晨 这个太小了 对 打速度 小篮下漂亮 这球赵锐的思路还是非常的清晰 转换的过程中的一键连正好是 往里冲的一个状态 所以接球之后不用运能够直接起来攻击篮夸 郭艾伦 看见一键连也不敢强行的攻击啊 超高了弧度 没有 没有 小冬队这边的内线是已经换人了 换上尼克尔森 辽宁队内线也是上了巴斯 这球并没有犯规 辽宁队后场球 赵锐呢 好像对这个看法有点不太满意啊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像是赵锐自己如果不吹犯规的话 像是赵锐自己碰的 最后裁判是改判了 广东队的前场球 广东队的后场是上了周湛东 哎呀 这球给了个小帮人 这个只能说 赵锐伟太聪明 广东队上周湛东的话呢 这球队的第八人就出现了 因为之前咱们说呀 他替补阵容呢 就是胡明轩再加上尼克尔森 所以看看周湛东 今天上来之后 能不能有好的表现吧 出来东城这球没接好 最后三秒 董东队一边防守还是非常的凶狠 但现在辽宁队退防不好 这个这两次传球啊 其实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明显 就是意图非常的明显 就几乎是 只要你打篮球 就能猜到他要传尼克尔森那点 而且我们也说 传大个儿的球呢 一定要去多方式的快 有的时候我需要去传基地 这个时候是这个后面的防守人呢 抢得比较慢的时候 就可以去传基地 对 那么如果说抢得比较快 就可以去传上面 传上面就高调的球 调一下 而且尼克尔森啊 这个胳膊很长 没办法你调他那时候 可能他拿的更舒适 对 本身就是一个大个儿再去接球 那么你要再去传基地球 他传很低 他还得去弯腰去接 这种去 而且你后面的小个儿 再去抢前面一点的话 可能你全丢了 好 失误 这球啊 就是全没做好准备 广东队呢 在外线给赵纪伟这边的压力非常大 比赛之前咱们也提过啊 这个系列赛呢 广东和辽宁的得分并不高 这也是说明两个队的防守强度都是非常的大 对 看一下赵锐 出进来了 好球分得漂亮 漂亮外线任俊飞的三分命中 这样去周转球呢 会出了很多那种好的空给投篮机会 那么就可以去考虑命中率的事 如果说你连个特别好的机会都找不到的话 那么就不光是命中率的问题 对 他可能转移尼克尔酸外线的一个机会 那么球呢还是被崇宁臣拿到 看一下赵锐迪和中程挡开 哦 好球 啊 这球可惜最后没投进啊 但是前面的这个侧步做得很漂亮 给出来外线看周转东的三分球 没有 林队还是这种三分外线的把握性不是非常的高 赵锐迪呢刚才是被中程挡住之后 对赵锐迪拉人犯规了 但是虽然说这个广东队这几个回 两个回合这个球没投进啊 但是我觉得啊这种方式 还是可以去逐步的去进行的 对 还是可以去坚持下去的 因为你要总去攻阵地 总去攻阵地 确实通过前两场的比赛来看 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些办法 而且很容易受到命运的这种影响 哦 巴斯呢上来是两季中投命中 第二场比赛哈德森一直独秀巴斯得分不是很多 郭尔兰 郭尔岛呢也是啊 这应变也非常快 现在是韩泽军和巴斯两个大内线在上边 一锦连翻车跳投没有 蓝板球部一锦连拿到漂亮 哦 这边在争抢篮板的过程中啊 胡冰轩是 是不是手腕称地了 对 用手称地了 哎呦 胡冰轩要是受伤的话 对我们会打击很大 哦 是在我们说这个平板摔地上啊 对 你看这个手就怕称地这一下 哎呦 哎呦 这一下 就称地这一下手腕是很脆弱的 有很多的运动员都是因为手腕称这一下之后 手腕里面一个小骨头一挤这种去骨折 那希望胡冰轩这球 希望不要有大事 因为现在广东队打球人本来就少 对 这好不容易今天开发了一个第八 第八人 哦 一锦连第一节的末尾呢 下场休息 看一下 刚才换下了胡冰轩了 这个要检查一下 这边周震东 防造局委 防得非常紧 黄德军出来接球 或是巴斯在低位 周鹏 应该算是一次成功的防守 因为周鹏呢已经提前判断到了巴斯转身的意图 这样呢给辽宁队剩下的时间就只有三秒钟了 叫巴斯 哦 漂亮 这是一次这个在球场上灵光一线的表现啊 当然也得说呢 这个刘志轩确实经过 国家队的这个洗礼啊 在场上更敢于做动作 那巴斯这边的注意力呢 也是绝对的集中 周鹏 长度篮下 这球被盖掉了 带起的时候制造了刘志轩的犯规 这次为了 今天广东对那个国内种人的罚球冰中率是有点低啊 一剑连还有周鹏都出现过罚球不中的情况 两罚不中 好 随后赵继伟是非常奋力地把球投出去 时间已经到了 好 第一节比赛确实如想象的一样 两边是力拼防守 比分的一般不算不算高 OK 暂停的时间放松一下紧绷的神机 现在是广发 第二阶上来呢 两边都是双外援 这球周占东有点手上动作有点明显 团队还是45度这个位置想给哈德森掩护制造机会 从明晨走步了 这球比较奇怪 从明晨持球来组织进攻 我这个平板摔着一下看来宣贞摔的也是够狠的啊 哦 大反应转移 周占东再给到第一位 尼克尔森打韩德军 注意尼克尔森的勾手 这球呢 还是在勾手之前啊 节奏不对 团队继续给到第一位 巴斯打周鹏 周鹏这是退人 周鹏在这个国内球员里面算力量好 但是对对抗力还是不错的 对 碰上巴斯这种身体素质 其实也很难顶住 所以第二下呢 重心明显有一个往前偏的动作 好球 这球赵继维找到哈德森外线的三分并重 团队队是再一次反超了比分 哈德森还是稳定的 好球 这边斯隆的一条龙上篮 团队啊 刚才在三分球进了之后 退防的阵型没有摆好 所以刚才斯隆的这个上篮呢 也是 是莫尔达在赛前说的这个算衔接段的进度 对 完全还没有完全落入这个阵地的时候 对 要去抓这个出货的机会 然后转移过车 然后才能内线去 斯隆 看底角 这边尼克尔森直接接球就投 三分并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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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线 韩德军行为赵继维给到内线的巴斯 巴斯运球的时候被任俊飞掏掉了 缓进攻的过程中是赵继维对斯隆的反对 我们说赵继维打球确实是聪明 反应有快 什么时候需要干什么 他就很清楚 整个头脑都很清楚 对 上一场赵继维有一个球是 笑起来准备投篮 但是一看有人封在我 直接往球往地板上去摔 但是他不能去触球 一触球就是个走步的 他就是围绕这个球在做党人的动作 结果还是本队的队友拿着这个球 那就是一个好球 我觉得可以说打球很充裕很充裕 好球 这段时间辽宁队的防守啊 因为韩德军的确实在内线的 这个移动速度比较慢 所以容易被广东队里边抓住漏洞 异天联也要准备上了 广东队是准备上异天联和赵锐 看巴斯强突篮下 韩德军拿到前场篮板 漂亮 蓝板球方面的两边差不多 辽宁队12个 广东队11个 其实啊 我是感觉这个时候 没有必要把一线来那么早换上了 可以上赵锐 看那边 辽宁队也是打刑地段进攻 因为广东队现在这套内线组合打得不错 就用自己的灵活性来打韩德军 你看这边 尼克尔森又得分了 这个打法是没有错的 对 好 掩护犯规 那死球呢 广东队是把郁建联和赵锐同时换到手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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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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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斯隆 再给到尼士尔森 现在呢 斯隆和尼士尔森两个人之间挡拆的这个威胁啊 确实是非常大 男队这边是请求了暂停 这是广东队最近的几次进攻 机会全都出在尼克尔森这边 因为大函和尼克尔森对位 这个脚步移动上 灵活性上确实是不如尼克尔森 所以现在辽宁队急需要解决尼克尔森和斯隆 两个人挡拆的这个问题 在最早这个世界的比赛当中 我们都是开局玩笑话 说一到关键的时候 其他三名国内球员都拉开 给一侧就是这个外援两个人在1打1 对 或者是2打2 那么挡拆以后 这两个外援就开始攻 其他人就等着外面去投一下 这个去抢个篮板之类的一些事 对 那么这个也不是说完全不好 这个我关键时候能把握住这个 这个比赛的得分 最起码不要去失误 不要去乱打 不要去勿攻 对 那么随这来带来的问题就是 国内球员受到一些锻炼的机会就少了 嗯 可能是1比2 他得分 这边的正面一键连对巴斯 一键连防守位置控制的不错 好球巴斯打了一个时间差 这球一进的帮助辽宁队缓解了一下刚才连续的被尼克尔森得分的这个压力 我改成巴斯在防止尼克尔森 哎 尼克尔森 哎 韩利君呢就后来实在是跟不上了 只能是通过犯规来化解这个尼克尔森的上篮 我觉得脚肪还是短了一点点了 对 尼克尔森的第一罚命中 我刚才这个回合我们看巴斯在防尼克尔森 但是尼克尔森向外拆开接球之后 巴斯被防守不得太好了 对 让尼克尔森顺势就给过掉 所以呢有尼克尔森这么一点啊 辽宁队打的比较难受 就是如果说能够跟上尼克尔森的呢 辽宁队这边是有忠诚 但是用忠诚和巴斯搭档内线这个身高又不够 达斯 给出来外线看哈德森的三分球 三分球被尼克尔森搭档 刘瑞宣还是非常积极的 就中小篮本 对 尼克尔森 尼克尔森 尼克尔森呢 四个人过来加 人队 防守伸缩性很好 四个人加尼克尔森 分出去之后 马上分散到各自的这个防守出来的位置 最后呢 斯隆这球也是被郭艾伦干扰 投了一个三不瞻 二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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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距离好球 今天巴斯上来之后这个状态真好啊 而且命中率很高啊好像没空过吧 四头全中 我记得好像没有空过 嗯 哎 团队的底线防守了出现了一漏洞 看一下在内线韩德军 游着圈正面撤步三分球 把这动作做的也是比较的大胆啊 赵瑞这球分的稍微慢了一点 哦 还好没丢 对 哎 又差一点 对 有点低估这个哈德森的臂胆 已经连从三分线外开始突破 周鹏三分球短了 今天周鹏的个人竞技状态一般啊 他已经错位了 12秒钟 怪伦突分给韩德军 最后呢还是被干扰下来了 怪伦的球传的不错 四楼 好球 没上进 哥啊 这么着看 胳膊还是很长 对 能从这个对方的夜下 能 掏过去啊 当然那这个韩德军这边啊 要注意了 已经是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这球一进呢 广东队是已经领先到了9分 韩德军呢 其实在第一节和郭艾伦两人之间的那个打拆配合做得还很成功 哎 这个篮板球居然会丢啊 这也是不应该出现的啊 哎 这一波进攻呢 尼克尔森是得了4分 对啊 对啊 还是要急需解决 斯隆和尼克尔森打开的这种问题 巴斯扣篮又被干扰下来 李锦连又走步了走步了走步 没停住 这球禁区里边还只有一键连一个广东队的球员在上篮板 注意力还是得集中啊 等于第二节呢 广东队是赢了辽宁队10分 但巴斯的中距离 好球依然保持着非常高的命中率 今天巴斯的状态是非常好 对啊 投篮这一这一项是很稳定啊 嗯 也是从上一场之后啊 有了一个很好一个转变 对 之前说巴斯队状态不好 投有投不进 哦 那这球险些 地锦连呢是制造了李小旭的犯规 所以这就是辽宁队的问题 以下还能决灵活性能够保证 但是呢内线的高度又不够 没错 不够 一锦连今天的得分是八分 四投三中 第一罚民众 十分球 嗯 哎呀 阿联今天 两次罚球的机会全是两罚一中 一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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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文 阿斯出来给冠文掩护 阿斯和李小旭的位置很重叠 最后只能个人勉强出手 这一段辽阳队的进攻目的不明确 那么面对总统队的防守的压力 自己反而是进攻的节奏偏慢 有些停滞 这四球之后双方又是进入到了暂停的时间 这四球之后双方又是进攻的 来三中队和广沙队的系列赛第四场比赛 今天的两队的大外援都有着很好的发挥 巴斯12分四个篮板 尼克尔森是15分八个篮板 就在广东队拉开比分的这段时间里 尼克尔森是起到了一个绝对的作用 尼克尔森在这种前阶段进攻当中的这种跑位 包括球能及时传到他这一点上是很关键的 而且他接球之后也是没有去强攻 打的也是比较巧的 那么也是利用韩德军这一点移动稍微能力 就稍微差一些的这种弱点 韩德军现在也是犯规三次 这也是辽能队内线的一个隐患 尼克尔森他这15分全都是这一节得的吗 第一节没得分 嗯 没得分 第一节有个三分吗 好像没有 他15分应该都是第二节得的 哎呦 这三三九很危险啊 看哈德森 在中逢防守之下 哈德森这球丢了 哦 这种肩膩的速度比较慢 有平滞的 这条强分 还是没有 刚才周展东和斯隆啊 两人想打的东西不一样 周展东呢 应该是想抓住这个转换进攻的机会 呃 打一个立足未稳 斯隆是站在45度远蹲 要把这节奏稳下来 没错 这个时候呢 呃 往南下跑的人要去远快一些 哎 然后后面再去有跟进的人 就这样就衔接上了 嗯 第一个人跑得慢 后面都是在停这儿 看一下周旁 出来 周展东 晃起了巴斯 来 三角 转到斯隆这一点 外线的三分 好转 啊 很漂亮的传角球 对 哎 郭爱伦这边四五度 哎呀 可惜啊 周鹏球还是没有护好 旁边这个 郭爱伦的防守啊 对周鹏还是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团队反击 郭爱伦 好好球 快跟上篮得分 其实在周鹏运球的时候 这个郭爱伦在前面防 很容易就被掏走了 因为郭爱伦的手也是比较快的 脚下也比较快的 对 为了护球啊 这球没有运好 没有跟上 哎 这郭爱伦这个位置啊 控制得很好 就是不犯规的位置 周鹏这个其实选择也是对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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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看了一点弹幕啊 这个有一个网友问说 为什么易建联的罚球没有姚明罚球那么稳定 这个投篮手感这个事呢 其实也是篮球天赋的一部分 因为姚明确实这个手腕要比阿联更柔软一些 嗯 再一个就是在平时的训练的积累 对 我们说这种比赛强度 你要结合比赛去练这个滑球 那么在这种高强度对抗的时候 你看阿联在内线接球都经过一番肉搏 对 我们就说在这个时候啊 胳膊都比较 肌肉都比较僵的时候 嗯 能不能保持一个很好的手感 很柔软的手感 很重要 对 看尼克尔森 中距离 跳投命中 尼克尔森这截是拿了17分了 嗯 这段 辽宁队的进攻是 比较慢的 嗯 嗯 无球呢 方方的动作都比较大 真的很辛苦 ERC 能保持15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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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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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他的头也是让人出其不意啊 而这球呢尤纳斯和任正非都有一定的意义 这球肯定是犯规了 助理任正非的这个左手的位置啊 有一个推人的动作啊 投来人的援助体是绝对不能侵犯的 所以你在下面对于他的腰部有一个身体接触是要被推犯规的 没错 而且呢任俊飞这个球为什么会被推犯规呢 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在侧面或者是后面 这样有身体接触 这种是我们说现在这个裁判也是问这个法啊 裁判也是讲究这个执财的一些原则 对 那么在这种执财的范围之内 你正为你去冲击这种蓝这种投篮的动作呢 也是很容易被推犯规的 侧头框是侧面或者是后面 对 哈德森第一罚命中 而且哈德森这个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 这个什么时候该去选择一些假的动作 只要你碰着我了之后我就可以具有动作 对 因为裁判他很难去判断这个接触到底是有多大力量 嗯 哈德森呢三次罚球都中 现在双方的分差是8分 哎 哎 哈德森这是从后面掏周棚的球啊 也是被吹罚一次反对 吹了一个拉手 这个球 两个人 阿联和周棚两个人在落重结这个位置了哈 哇 脸儿差点撞一块儿 周棚的罚球前面周棚是四罚零中 嗯 第一罚 终于是进了 好这一次周棚是两罚承受 还是十分的分差 嗯 哈斯 第一位对尼克尔森 好球巴斯 就只要让他在第一位节奏好了 这个拿到球然后半转身 他今天的这干拔起来投篮是非常非常稳定 好球 团队里边还是区域防守底线漏了 好球 好像尼克尔森这边也好像也没空过 对 有好像有一个三分是没中 其他的好像都投进了 嗯 尼克尔森的今天是十投八中 拿到二十分 哈继维 哦 各位过掉一线连 看这一上篮 还是不敢直接起啊 外线 哈德森的三分球短了 篮球下来呢 哈德森拿到 给到李小旭的中距离 篮板球又被哈德森拿到了 好球 这一波进攻 广东队这个篮板球露的真的是太可惜了 都在观望 没有去提前的去顶人主动的去站位 对 51比42 广东队现在是领先着9分 看下刚才哈德森那球判断的非常准确 这个后仰也是难度很大 嗯 落地之后重心都已经失去了 对 哈德森的刚才摔倒以后是想顺势来一个后滚翻 因为这个小个球员在场上冲击内线 它有时候确实需要完全起跳 完全起跳呢 落地就不能硬撑着我要站住 摔是很重要的一个学问 对 你怎么摔能够保证不受伤 对 你也会摔 对 而且有的时候摔跤呢 还会去节省体力 对 对 说句题外话 确实我一看哈德森的比赛 每次看哈德森的比赛 就觉得好像松脚板在打球一样 你戴一小红帽 确实太像了 你看哈德森后面会不会戴一个红色的发带 上半场比赛呢最后的19秒 刺龙卖线拿球 哦一呼 那一起来再补 最后的巴斯还是把篮本球拿下来了 那这样上半场比赛结束 广东队是51比42 暂时领先的9分 好 各位网友 欢迎回到广东队和辽宁队比赛的下半场 上半场比赛呢 广东队是暂时领先的9分 那今天和我一起为大家带来解说的是 莫科指导还有果果 前面的两场比赛呢 就是我们打出这个数据啊 就是辽宁队在下半场比赛是非常的强势 所以上半场比赛9分的这个分差 并不足以给这场比赛定一个基调 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在上半场一直说 广东队呢 利用斯隆和尼克尔森这两个点 打挡拆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诶诶 斯隆是自己出现了失误 把手了 哈德森 这边进攻时间只有6秒钟了 好球 哈德森这球传的漂亮 哈德森呢 面对了一剑连的防守 也是在空中做了一个躲闪的动作 把球上进 这波进攻 广东队的防守还是很有压迫性 辽宁队里边的进攻 球的传导 非常的耐心 嗯 看一下周鹏 这运一步以后的中距离还是没有 周鹏今天的投赛手感确实不好 你现在是赵瑞在逢哈德森这一点 嗯 啊好啊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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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对同样的战术 哈斯出来接球 另外一侧呢 利用掩护出来 寻找机会 看刘志轩 哎呀这个 还好最终是没有让对方断球 但是 刘志轩绿球的处理确实也不够聪明 斯隆也是在说啊 要去呼应 要去说话 这样呢 就更加明确 每个人的防守的位置 对 是否是 是否去换人 哦 两队里边呢 是 还想打一个巴斯的反跑 匆匆接力 那这一次巴斯是被防守挂住 7分的分叉 伶尔基克尔森 我身勾手 这还是被巴斯干扰了 哎 诶 这就太不值了 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術 你看到还是在这个 技術机上 我感觉问题不大 大凡又转移 彤明晨这边出现了机会 看篮板球 最后的四龙很聪明 把球砸到了李小旭的腿上出了底线 球权的还是广东队的 尼克尔森 看尼克尔森 外线的三分球 辽宁队这段时间 尼克尔森 战斗是爆扣 这就完全冲起来了 冲起来之后前面还有空间 这个辽宁队这段时间 篮板球丢的实在是太多了 这球扣进之后 辽宁队是请求了暂停 我们再来看一下尼克尔森 自己抢到前场篮板 哇这一下在空中带滑翔呢 现在凉宁队这边 尼克尔森的问题啊 继续存在 另外呢自己篮板球的问题 下场凸显出来了 尼克尔森呢 这场比赛是拿到了24分 广东队的其他队员 是拿到了31分 看下三天回来 来能队的第一次进攻 巴斯赶罚着剑 巴斯中距离 这好像今天巴斯第一次顺顺当当的投没投进 广东队呢 犯了一个类似于131的一个防水 也是在延缓兰文队的这个进攻速度 对 而且球打进之后 也是在走一个全场的一个区域 对 全场的一个区域 来过来的一键连今天好像第一次到第一位去进攻 打进了 因为赵锐在 这个广东队打进之后呢 第一点先去抓乖人的这个 去抓贺位这一点 哈德森外现在出手不重 哎 广东队自己出现了失误 看这次反击 哈德森反击过程中的三分球 漂亮 三分并重 前面 中场休息的时候之前我们也说过 这个 在快攻当中呢要避免一些失误 这个时候再去挨这种反快攻反转化的时候 这个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周鹏 看他第一脚 赵锐 哇这个时候还在传啊 因为周鹏啊好球 这边哈德森第一手传到篮下 哎 斯隆那只能是利用一个战术犯规来化解了 这刚才广东队那一波进攻啊 周鹏还可以再投一下 嗯 虽然前面的命中率不高 但是你总不能说我这个机会出在这儿不敢投了 没错 而且即使阿联这点传的没有太好的一个位置的话 那么后续还会有人在跟进 可能后面还会出一个更好的机会 是我要来看 我要来看 教练 教练不要来看 哎 哎 哎 这球很有可能被裁判改判成 媒体犯规 这个时候大家也不要忘了这个辽宁队抓转换的能力也是很强的 对 而且在这种外线 我们说郭爱伦也好 还是赵吉伟也好 甚至哈德森 这种支配球能力 传统球的能力啊 都是非常强的 嗯 哎 裁判果然是改判成了委体犯规 这个开个玩笑来说 这赛季呢 其实常规赛阶段 很多的辽宁球迷抱怨 说这个我们从来不会这个从来不会有这个委体犯规的机会啊 你看这个该是委体还是委体 对 所以就是不要过多的去抱怨裁判的判法 主要是要体现在场上运动员的发生 这球呢是吹了斯隆一个委体 辽宁队这边是两罚一致 巴斯两次罚球还是非常的稳定 分差呢又回到了八分 看人这边停学时间在长 哎呦 差点啊 巴斯的掩护非常到位 看篮板球 篮板球被从冰陈拿到 辽宁队重新组织进攻 外线哈德森的三分再进 分差被缩小到五分了 广东队赶紧请求三分 这个回合是五分球 这个回合得了五分球 没错 尤纳斯呢这个暂停还是叫得非常及时 因为前面我们给出的数据 辽宁队在前两场就是三四节的发挥非常的强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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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哈德森呢这场比赛的三分球又是8中4 50%的命中率 到目前为止呢是拿到了19分还有五个篮板 另外呢数据没给出来的这个哈德森的抢断数据也是相当的不错 这场比赛是抢断了两次 好 头 头 头 现在呢 辽宁队把分差缩小到了5分 广东队的压力来了 其实广东队这边呢 斯隆和尼克尔森同时还在场上 就尽量利用这一点进攻来拿分 斯隆挡开之后呢 给了一线连 一线连 往内线强攻 造成了李小旭的犯规 阿联这球攻的还是非常的坚决 因为今天呢 没有怎么在外线投过 所以这个中距离是先不考虑机会不太好的情况下 先不考虑出手 还是直接往南下刹 造杀伤 还是两阀一阻 阿联 惊人 错位 前面一锦连的防守 一锦连位置控制的稍微有点远 漂亮 郭艾伦三分再进 确实郭艾伦在第二节来讲 也没有什么 开好的一个表现 但是这个球 投的可真的是非常的关键 也是特别要劲的球 这个咱们就是说要蹲一口气也好 又是阻挡犯规 李小旭这球呢 横移的稍微慢了一点 郭翔指导比这个看法 也是有一些自主的意义 我觉得刚才这球啊 就是李小旭手上上肢的动作交代的很清楚 但是呢 确实脚下横移的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稍微慢了 就是半个身位了 对 好 每次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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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裁判警告了一下勇达斯 我再说就给贴了 还是前场球 裁判也是非常的谨慎 对不起 这连雪上远钻任俊飞的突破 诶 没有人跟郭艾伦啊 这球啊 郭艾伦没投进 但是广东队退房出现一大失误 赵瑞的机器传球呢 是被巴斯碰出了底线 雨天陶欣 等一下凌克森出现15 郭艾伦 连续的突分 好球 郭艾伦这球很稳健 一个双脚的垫步 用身体隔开了一键帘 上反篮 过去的3分11秒里 辽宁队是打出了一波13比1的高潮 斯隆这球被盖掉了 退防的过程中的赵瑞对哈德森犯规 确实广东队现在得分的办法过于简单 而且前面很好的局面没有得到延续 我们所说的这个稳定 广东队现在需要稳定 而且我很不解的是 上半场比赛 其实尼克尔森这点利用的很好 但是下半场比赛 尼克尔森进了一个扣篮 之后球是一直没有能够给到 卡尼森 巴斯 把这球被一键来盖掉了 走中路 好球 斯隆 我这球选择非常聪明 他走中路 把这个阿联让到边线的位置 这样我可以上来也可以去分球 外轮这球还好没丢 我看中距离巴斯赢了一键帘的防守 中投命中 广东队这边是准备换上周湛东 那看这个情况呢 今天可能红明轩是回不来了 出来赵瑞的三分九 赵瑞的三球机会其实很好 又是反击 外轮的强突制造了斯隆的反攻 裁判好像给了一个滑了两次的手势 第三节四分二十二秒 广东队是换下路一键帘 保证一键帘在第四节能够更增沛的体力 外轮的第一罚命中 周鹏这一次上来啊 其实要承担更重的进攻的任务 外轮两罚全重 辽宁队在第三节实现了反超 辽宁队这边呢也是换上了赵纪伟 有一个全场的领防 辽宁队上到第一角 林俊飞准备时间很长了一角 哎呀好 好球 多捧 上来呢就是通过二次进攻 拿到两分 卡利森 多捧 这球也是够难的 一根正面一点 这是造成的 赵纪伟还是巴斯 赵纪伟 赵纪伟 嗯 这球 我感觉赵纪伟也是保护一下巴斯 四龙 来线跟拔 卡德森好球 节奏啊 现在被辽宁队带得很快 在这节比赛里 辽宁队之所以能够 打出高潮 就是在节奏的掌控上 其实是优于广东队的 所以莫尔导你觉得 在这一次暂停之后 广东队应该通过 什么样的方式 去把这个节奏 重新拿回到自己手里 我觉得现在防守上 广东队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 即使是我攻不进 我没抢到篮板 我也要做到去快退手 而且要在中场线附近 就要去找好人 不要去给辽宁队的推进 提供很大的一个空间 其他的跑动啊 这些其他的无球人员 跑动也是提供很好的一个空间 对 推手要更积极一点 而且要更早一点的去找到人 最起码我要让这个球线慢下来 不要去形成这种 所谓的这种闲地段的 这种快功转换 这样你找不着人 外面也漏 里面也漏 上南也没有人去补房 这样很麻烦 正好我们也是给大家呈现了 双方三场比赛 第三节的得分对比 第一场是差不多 辽宁队赢一分 但是第二场比赛 其实我们可以说辽宁队最终赢球 在第三节的发挥是至关重要 那今天的第三节 辽宁队又是赢回了十分球 阿德森呢 在这一节比赛是拿到了八分 三分球是三投两中 四龙战局身位 赵纪伟要控制别犯规 四龙的抛头呢 又是不中 这个时候两个底角都已经空了 这个时候要去强空位 哎呦 这一狠 哎 就是四龙 哎 上篮不中 那就把节奏稳下来 突分到篮下 哎 干扰球了 大汗这个出手是先沾到了篮板 才被尼克尔森扇出去 这就为了球传的票 查德森啊 注意动作啊 我们为呢 还是四龙和尼克尔森在高位挡拆 看周鹏那边六秒钟了 再给让四龙 抛头 哎呀 可惜 广东队突然压火 对 而且他的进攻上 除了比较简单之外 有的时候多了一些失误 对 那个失误啊 很要命的失误 出来 韩德军 好 这是一个倒挂 好球 又是哈德森 倒挂呢 到第一位 哈德森是打了周湛东一个 两队现在防守攻击性提升 反尼克尔森 哇 这球 这样顶着头的效果定不好 对 也是有点太相信自己之前的手感了 刘志轩外线三分球 好球三分再进 广东队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 前面叫过暂停了 这个找人不及时 看下周鹏 漂亮 很关键 这个八分和五分概念不一样 没事 所以周鹏呢 这次登场以后 已经是连打五分了 这球走得漂亮 打得好 这两队打得好 也是说明广东队的防守很 反应很慢 这个找人的速度很慢 再一个 这些防守的原则上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不知道你觉得这个和体能有没有关系 会有一定的原因 但是不至于这个下降的那么快 好球啊 赵俊伟这波真的秀啊 远距离的基地传球找到哈德森 第三点还有最后的20秒 12秒 三个人加斯隆被哈德森拿到 又是快攻 这球 这球 周鹏真的努力了 这是尽了自己百分之百的努力 在回追这个球 看一下裁判的判罚 很可能是吹了周鹏的一个犯规啊 斯隆这节 出球慢了 出球比较慢 应该是吹了明克尔先生的一个犯规 周鹏前面那个球应该是一个很慢 嗯 很及时 对 也很努力 对 对 这节呢还有最后的3.2秒 特纪维今天还没有得分 第一罚命中 这是好帽 对 这是好帽 小兰尼克尔森拉人 你说尼克尔森再跟着快一点 但是你这个内线的速度 中规和后卫不能比 好 最后斯隆的压哨投篮不中 第三节比赛辽宁队不仅是追回了9分的分差 而且是取得了10分的领先 里外里在第三节单节赢下了19分 这是这轮系列赛三场比赛的第三节最大的一个分差了 咱们在节点休息 仍然是看一下CBA的经典 现在广东队里边是压力非常大了 落后10分 打开之后呢 郭艾伦给到正面8分 超级尾 这球有点赏道人 不还是辽宁队这边 郭艾伦调高了弧度 三分球短了 蓝本球被周湛东拿到 中距离 郭艾伦调到天上篮板 在一起造成了巴斯的犯规 这个时候巴斯也很有办法 选择让你上排队线 对 阿联在这个位置 基本上 你不放堆 拦不住 今天是拿到了12松 还有6个篮板 第一罚命中 哎呦 今天阿联那罚球啊 都是两罚一中 外线的绕切 散开之后呢 郭艾伦这球被赵瑞判断到了 10秒钟 7秒 小打大 郭艾伦突进来 被一剑联盯板大帽 看广东队的反击 对不着急 给他一剑联盯板大帽 给他一剑联盯板大帽 好球 这李小旭又是在 彭仪上对一剑联的阻挡犯规 郭艾伦这个师傅 看他这个压坚这一下 我吹成困 嗯 哦 哎呀 广东的这边 出现了情绪非常不冷静的情况 居然吹长主裁判 我记得刚才是吹的李小旭的犯规啊 对 这样的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确实不应该出现 确实 而且现在整个的这种局势 啊 就是现在目前的局势 也是对广东有利的 我还在准备进攻状态 那么这样的话又失叫一次球权 而且还要给对方一次球权 刚才不会说没吹李小旭犯规吧 我们还要看最后的这种结果 嗯 你看还是广东队球权 而且刚才那个 那个球呢 就刚才推散裁判那位啊 不知道是 是不是 可能不是广东队这个这个球员球员席上的人 那这个就属于主场的安保工作做的不太好啊 嗯 嗯 不知道刚才尤纳斯教练 对于裁判的质疑是在哪 可能是想要一个拔球 没办法是球的鞋还是他本人 这个篮网有问题 两边的内线 韩德军11分 一键连13分 篮板球呢都是六个 而今天在前面呢 尼克尔森攻的很顺一段时间 阿联是一直没有太多的进攻机会 主要把体力呢用在防守端 我还是吹了辽宁队的犯规啊 李建林 三个人在防阿联 中距离 哎呦 再吸 哎呦 郭安伦这球摔倒了 四十五度那位就地板可能比较滑 出来李小旭外线中手三分没有 对到门外线的三分球 哎呦 对到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啊 对顾尔祥指导呢在准备换大汗上的时候还在给大汗示范这个防守滑步的动作 对顾尔祥指导呢在准备换大汗上 现在辽宁队毫无疑问还要加强这个防守的强制 现在不要光看这个比分而且要看这个时间了 再一个就是说现在辽宁队也不可能就是说你让他一分不得 我慢慢去追这个比分 选一球 阿斯这球呢转的超微慢了一点 刘志轩进来了 好球 是前有尼克尔森 后有周鹏 刘志轩这球上的还是很有难度 诶 能不能拿回来 拿回来了 漂亮 哇 这一波 真的是把士气打出来 刘志轩这次抢断太长士气了 刘志轩 犯规 攻拳场的时候一定要耐心 而且 这个千万不要是把这球举在头上去传 就要对着位去传 很容易受到干扰 哇 刘志轩这一波真的厉害 刘志轩这一波真的厉害 农队呢现在这个阵地站 看从哪找突破口 周鹏 好 哎呀 这球都进去了 其实 诶 王农队断球 好球 2加1 刘志轩这次扣篮非常的霸气 刘志轩其实积极归积极啊 但是在阿联占据一个完全身位的情况下 一个后卫球员已经干扰不了他的投篮了 这时候不要默奈 来啊 刘志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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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利用死球的机会呢 这边 郭翔之导 跟赵基伟讲一讲 赵基伟应该是被换下的 好球 韩德君 小球们成功 韩德君 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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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是要先例足于防守 好球 韩德君 现在这个防守 防守的 篮下防守的攻击性 其实没有那么强 周鹏调高了弧度 手机还是不重 在那边 拿球的时间还是有点长 强突一点来 注意时间了 4秒钟 这没有 广东队反击的机会 前场的3打3 赵瑞 这个传统球 也是没有办法的处理到周鹏这一点的 而且这个 快下的和跟进的空间保持的不好 对 要有层次 这一次李小旭是及时到位了 李小旭的翻身跳头 没有 阿德森 空位的头篮到天了 是 李小旭的三分球 也没有李小旭的 体能啊 也是下降的比较厉害 干脆的反击 郭艾伦 好球 2加1 士气啊 现在感觉广东队这边 嗯 有点泄气 其实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 松平黄的防守 然后自己打出反击 好 又是暂停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最佳扣篮 嗯 嗯 对 尼克尔森这个 全场蓝本球 整个人横在空中啊 形成一个大字形 战斧式的爆扣 嗯 的确非常精彩 嗯 动作也很舒展 嗯 而且其实这段时间呢 这个 广东队是在第三届开场 连续的抢到前场篮板球 也是扩大了自己的领先 看一下这轮系列赛接下来的比赛 呃 4月5号和4月7号是广东队的接下来两个主场 4月10号和4月12号是辽宁队接下来的两个主场 就是圆里球今天最佳的一个镜头 嗯 这个球也是 嗯 很了解这个赵九伟会追上这个球 对 而且球路啊 控制的是 刚刚好 刚刚好 刚好是超过了周鹏的这个防守的范围 对 又能够让赵继伟接的比较舒服 但是最主要的是 这个球为什么精彩在于 运动员对于一个球权切而不舍的精神 这大伙都爱看这个灌篮高手 这鹦鹉花道 这救球都觉得厉害 那其实不是所有的运动员都会有这个 这种能够去救球的这种意识 对包括一种勇气 对 敢不敢就是 横着飞出去 我们记得这个罗伦曼有一张照片 对 横着 这种几乎是平 以地板平行的这种角度 嗯 那么我们可想而知 这个照片之后啊 会发生什么 对 横横的摔在地上 12分钟分差 第四节呢还有6分40秒 看一下邵锐 给他一键连 抢起 好好球 这球也是很危险 差一点就被抢断了 辽宁队呢这边 厂下赵纪伟准备 准备重新回来 嗯 广东换了一个二三连防 哎 看他含着球跑过 连防还是起到了效果 对 这个时候可能对 谁也别指望就是一键连板 对 哎呀 哈德森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 对 阿联这球其实刚才 如果往上线去投篮 往上线走去投篮 现在阿联一节球呢 身边最少是有一个人在协调 对 我们上一 在上一个回头 看阿联在攻的时候 我朋友 除了自己的人 旁边还有两个协调 嗯 说明这个 现在 团队的防守的重心 哎 有差点失误 我中间是二千连防 嗯 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但是篮板球被李小旭拿到了 辽宁队那边呢 又获得了十四秒的进攻机会 哈德森 中距离没有 又一个前场篮板 还好赵瑞是伸出一手 看一下管贵反击 赵瑞 好球 五分钟 八分的分叉 比赛还有悬念 就看广东队这边 是不是重新的把自己的斗志 能够燃起来 好又是暂停的时间 我们看看这次暂停 应该是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战术分析 好战术分析 我们看阿联给四龙做了一个备掩护啊 四龙是直接向若策去空切 再利用周棚的掩护出去接球 嗯 这就是任俊飞衔接了一个很好的运球掩护 阿联也是在做第二个运球掩护 对 那么现在三个防守集中在一侧 阿联这块出来一个空灯 嗯 其实主要说这个战术主要是为了四龙去挡一个运球掩护 那么四龙这个跑动路线完全是为了到另外一侧去接球以后 衔接运球掩护的这么一个战术 对 阿联是作为一个第二个掩护这个四龙的防守人的这么一个作用 嗯 阿联之后的拆开会有投篮机会 若策由任俊飞在接应 对 看一下两边小外援的表现 四龙呢又是在第三节断电 嗯 刀目前为止是十四分五个助攻 哈德森第三节暴走的状态一共是拿了二十七分 但是助攻上呢是比四龙少三次 底角刘志轩 好球三分又进了 那梁文俊还是二二一的防守 看一下周鹏这球 尽快 哈德森 反击过程中呢造成了赵瑞的犯规 我们现在广东队给我的感觉现在有点想要急于的把这球要投进 而且追求这个三分这个预防比较强烈 对 那么不管是两分三分时间还有 那么我是打进为主你打进为主 然后再去做好防守 又是连续两个三分 他刚才在底脚这个位置进了一个你防守要跟上啊 让分叉的拉开到14分了 这比赛时间越来越少 看赵瑞能不能还一个好球 好 三分球 环玉颜色 11分 其实在8分那会儿是一个几分 对 如果我再追回一个2分 那个剩6分 那么反过来我要空一个3分的话落实一个11分的分差 对 卡德森 啊 易建联现在这个体能啊又是遇到了一个极限 三分半钟 易建联体高位周鹏的空切 好球 正好呢 辽宁队这边的防守是掩护换人 换成了赵继伟来防守周鹏 这两人之间的这个身高差距就太大 好球 应该是周鹏捕皇过来的犯规 我们还真是一简单的反对 现在广东队需要一波像第二节比赛时候的一个快攻 转换的一波小高潮的部分 那么如果我们就这样一个阵地一个阵地打 现在时间上理论上是不够的 除非是辽宁队一分不得 这三分钟之内一分不得 辽宁队里边的三分钟 他也会选择性的去控制时间 咱们的赛事信息也给出来了 CBA历史上七场四胜之的季后赛比赛中 还没有球队在0比2落后的局面下最终翻盘 但是这个事不好说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在我职业生涯最后一次解说的NBA总决赛上 就出现了1比3落后翻盘的情况 李建连 广东队其实现在有机会12分 但是要看你怎么打 他说现在必须要加强防守的强度 保证好篮板 东西快打 外轮哎呀这边总是露人 底线周棚又没补过来 韩斯隆赢着刘志轩的防守三分钟短了 后来哈德森 广东队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疲于奔命的状态 如果是这样的话 比分很难追回来 16分的分差2分钟 这就是很难了 96比80 现在辽宁队是领先了16分 又是暂停的时间 咱们这次暂停看一下这场比赛我们选出来的最佳球员 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哈德森29分11个篮板 他在前两截感觉就是有点收着打 但是手感还是延续了第二场非常出色的一个状态 到了第三节哈德森那边节奏一起来 那就很难拦住 没错 特别是在关键的时候 需要去 辽宁队需要得分的时候 他总是能站出来 广东队呢是换下了一键帘 应该是比赛正式进入到了垃圾时间 这个邵英伦还有应该是王兴凯也在场上 广东队呢在本赛季常规赛和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中 场均得分均超过100分 但在与辽宁的数字交手中 最高的单场得分是半决赛第二场的95分 这么来看啊 辽宁队确实是比较克制广东的打法 尤其是在这个广东队的进攻上 就是辽宁队的防守方面做的要是比广东要好 而且针对性比较强 这一分钟的辽宁队里边就是 尽可能的控制时间了 没有是蓝点球 我在场上内线是曾凡日 看一下邵英伦好球 双手扣篮 其实邵英伦之前CBA经验不少 不知道为什么这轮系列赛确实不给时间啊 第3的最后的35秒 浩天局也算了 嗯 好球 哎呀 李小距这球是有点浪费赵继伟的助攻啊 好 选招比赛结束 最终的辽宁队是在这轮系列赛中的第一个客场 又一次出现了第三节逆转的状态 这样总比分的是来到了3比0 咱们在赛前也说了 如果系列赛总比分是来到3比0的话 那确实是非常非常难 对于广东来说 下一场比赛看看如何来应对吧 体能确实是大问题 连续两场比赛出现第三节崩盘的情况 上一场辽宁队是第三节赢了16分 这场是赢了19分 96比84 最终辽宁队是在第一个客场 还是非常奋勇地拿下了 实现了一个逆转 那确实呢这场比赛中辽宁队在场上的防守状态 对于球的积极状态 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尤其是刘志轩那个球 当然广东队呢 我觉得就是现在反正已经0比3了 就从下一场开始认真对待接下来每一场比赛 我们赛前也做了很多的困难准备 因为回到广东的主场 我们准备了肯定这场是很不好打 而且肯定会广东队打得气力性很强 果然上半场确实广东队打得气力性非常强 给我们在防守造了很大的困难 今天上半场虽然赢的比赛 但是上半场有很多东西的总结 首先上半场我们的防守的强度不够 所以给广东队很多的反击快空 很多的得分的机会 在一个上半场的进攻我们不够耐心 所以也造成了比分拉开 好在下半场我们的及时调整 首先还是赢在防守上 因为防守的强度非常大 给广东队进攻造了很大压力 迷茫地下降 我们把我们特点反击快空打出来 最后赢得比赛 这场比赛我们做出了改变 球员们也非常尽力 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输球 让教练点逼下的比赛 这场比赛我们做了一些改变 我们是在一开始比赛 我们都会变成了一场比赛 我们在上半场我们的正常比赛的时候 一旦对手上了对抗 但是我们终于赢得比赛 我们还能够赢得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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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半场我们的正常比赛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 到下半场一旦对手上了对抗 我们就出现了问题 很棒 中文字幕——YK